在中国,每每提到巨人这样的词汇,大多数人第一个联想到的就会是篮球明星姚明,但事实上很多人都不了解,有这样一个人,他比姚明还要高,却与他过着迥然不同的人生。 这个人就是报喜顺,曾经的他是中国第一巨人,但这样的一份特殊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,甚至当他想要欲欲后代的时候,都因此遭到了医生的劝阻。 医生为何要劝阻他生子?报喜顺都经历了什么?这其中难道有什么隐情?如今的他怎么样了?这一连串的疑问,将在今天的故事中一一解答。 在视频开始之前,请各位观众老爷点击视频左下角的关注支持下,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1951年,内蒙古的一对夫妻终于盼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小生命,看着自己的孩子,他们希望他一生都能够快乐顺了。 从拥有了名字的那一天起,报喜顺就承载了父母对他的祝福。 报喜顺的家庭算不上多么富裕,但是让他能健康地长大,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在父母的眼中,孩子能吃能喝,这本来就是一件在高兴不过的事情,但在报喜顺的眼中却完全不一样。 草原人本就有着豪迈的性格,报喜顺自然也不例外。 起初的时候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总是觉得,有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些不是那么善意的眼光。 经过他的仔细观察,报喜顺发现自己的饭量,好像比身边的小伙伴大上许多。 何群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,他就将自己的发现和疑惑告诉了父母。 但这个时候的报喜顺,不过才十岁刚刚出头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加上他除了吃得多以外,和其他的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同。 父母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,只是安慰他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。 报喜顺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的特殊,经常会控制住自己想要吃东西的欲望,身体没有得到足够的能量供给,这也就导致他的体型一直都显得很是瘦了。 然而,不过几年的时间,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从报喜顺十五岁那年开始,他的身高就开始迅速攀升,仅仅一年的时间就长到了一米八九。 因为报喜顺家里人本来身高就大于平均水平,所以也就没有人觉得,这个时候的他有多么的特殊,但万万没想到,这样的生长趋势并没有结束。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报喜顺仍旧每年都在不停的生长,在他二十岁那年才真正的结束,这个时候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了二米三六。 这样的一个数字对于许多人来试想都不敢想的,一余常人的身高,也给他带来了很多苦恼。 周围的人都认为,报喜顺怕是得了病才会长这么高的,大都不愿意接近他。 昔日的玩伴一个一个也都用奇怪的眼光看待他,报喜顺自然是感觉到了,他整日都面对这样的目光,人逐渐也就变得郁郁寡欢。 与此同时,他的父母也对此感到非常担忧,他们生怕自己的儿子真的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。 自己家的情况,经不起任何一场大病的冲击,但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,他们还是准备去医院看看。 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检查,医生给出了最终的结论,报喜顺身体健康,并没有生病,他这样的身高完全是自然生长所导致的。 这样的消息让一家人提着的心瞬间有了着陆,但报喜顺却还有着另一层的担忧。 亲人能接受,那其他人呢?他们真的能够接受一个怪物一样的自己吗?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,尽管身边的人都知道了他并没有得病,但在那个时候,人们的思想还是不够开放。 疑于常人的报喜顺并不会因为有了一个科学的解释,就能够被大众所接受,他还是不断地遭受着排挤。 为了逃离那些异样的目光,报喜顺决定和父亲一起出去打工。 他跟随父亲在不同的工地之间辗转,这样的生活也确实让他压抑的心,得到了一丝喘息的空间。 在工地上,报喜顺的身高不仅没有受到歧视,反而发挥了大用处。 不过是抬手之间,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完成,别人需要借助各种工具才能完成的工作。 但与此同时,这样的生活就像是一把双刃剑,也在蚕食着他健康的身体。 因为工地上的床基本上都是统一定制的,这对于报喜顺的身高来说就很不友好。 所以在休息的时候,他都只好在床脚的地方摆放上几张凳子,借此来适应自己的身体长度。 至于双腿有没有足够长度的棉被来遮盖,报喜顺这就没办法了。 起初的时候,这样确实让他免去了不少麻烦,但到了冬天,这样的生活就不太好过了。 这这样的温度让报喜顺时常感觉到双腿的疼痛,并且这种痛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剧烈。 报喜顺的身体最终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在工地工作了,只好再次返回了家中。 但双腿的情况并没有好转,甚至越来越严重。 村子里的医生毕竟能力有限,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。 报喜顺的父母见次便将家中养的牲畜给卖掉,存够了路费带他去看病。 这一次的他们就没有上次那样的运气了。 医生告诉他们报喜顺双腿疼痛,是因为得了风湿性关节炎。 这个病倒不是一下子就会要人命的大病,它只是会慢慢地折磨人的意志,让人陷在痛苦之中。 除此之外,如果想要治好这个病,就得做好长期的准备。 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报喜顺一家来说,无异于晴天霹雳,长期的治疗就意味着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花费。 他们连这次来医院的路费都是传出来的,哪里还有多余的积血来看病。 一家人只好再次返回了家中,因为双腿行动不便,年纪轻轻的报喜顺每次出行的时候,总是要把一根拐杖待在身边。 身高加上主管,对于报喜顺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。 周围人看他的目光,也从一开始的歧视和嘲笑转为了同情,但还是没有人愿意真正地接纳他。 为了逃离这样让他心生难看的目光,报喜顺决定再次离开家乡去外面逃生活。 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,这一次他遇见了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。 报喜顺离开家乡没多久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,这个人叫做冷万局,是一名军旅篮球教练。 他发现了报喜顺以后如获至宝,也让报喜顺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。 对于冷万局来说,报喜顺这样的身高,在他看来完全是天生打篮球的好苗子。 在得知了报喜顺的遭遇以后,他主动提出要帮报喜顺治病,并把他训练成一个和姚明一样的篮球运动员。 就这样,带着对未来的一丝憧憬,报喜顺接受了冷万局的提议, 开启了自己的篮球生涯。 因为身体的原因,报喜顺总是赶不上其他篮球队员的训练进度。 好在队员们也都非常体谅他的身体状况,从来不责怪他。 报喜顺在这里感受了自己15岁以后,就没有体会过的善意。 为了报答教练和队员们的这份恩情,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, 还时常会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给自己加力。 但遗憾的是,因为身高过于突出,报喜顺的四肢就显得格外不协调, 时常都不能和同队的队友打出配合。 加上体能方面也总是受伤病的影响,为了不拖累整支篮球队, 他最终还是挽拒了教练的再三挽留,离开了篮球队伍。 好不容易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丝明确的期盼, 却又因为自己的身体,让这份理想破灭, 报喜顺只能黯然回乡。 或不担心,接踵而来的噩耗,将报喜顺打入了颓匪的深渊。 回到家没多久,报喜顺的母亲就去世了。 他看着身边的衣服,对母亲的思念到达了极点。 因为异于常人的身高,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合适他的衣服, 因此这项任务便被他的母亲一手包揽了下来。 从小到大,报喜顺的一切都是母亲亲手为他置办, 即使在他去世之前,都在为自己缝纸衣服, 生怕自己走了以后,报喜顺没有合身的衣服穿。 身边的点点滴滴,都是母亲对他的爱护。 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因为害怕身边人的眼光逃离在外, 很少陪在母亲的身边。 他转头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,心中暗下了决定。 报喜顺决定留在家乡,父亲的年纪大了,需要有人照顾。 他这一生过得不容易,但好在有一双爱护自己的父母, 如今只剩下父亲一人了,他想好好的陪陪他。 留在家乡的报喜顺,回归了牧民的生活。 他害怕旁人异样的眼光,也不愿意和人交流, 时间一久就越发的沉默寡言了。 这一停留就是三十年的时间,从二十岁到五十岁, 报喜顺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。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要这样孤寡地过下去了, 却没想到自己这灰暗的人生,也能等来柳暗花明。 报喜顺遇见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。 这个人是当地一家火锅店的老板, 在听说了报喜顺的事情以后,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, 他亲自上门请报喜顺做自己火锅店的形象大事。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 报喜顺甚至怀疑对方是个骗子, 自己这半辈子都差点折在身高上, 竟然还有人敢找他做形象大事。 经过了解他才知道, 对方确实是有一家正在筹备中的火锅店, 纠结了一番。 报喜顺还是不甘心, 就这样平淡地过完一生, 他决定再尝试最后一次。 釜底抽薪的人, 没有什么后果之忧。 报喜顺答应了火锅店老板的请求, 他的人生也自此翻开了新的篇章。 三十年的时间, 人们的接受能力强了很多, 很多人看见报喜顺的时候, 只是觉得他比较特殊, 但并不认为他的身高是一种缺陷。 报喜顺的世界终于被打开了, 他拥有了更多的机会, 也了解了自己从未了解过的世界, 吉尼斯。 2005年, 报喜顺成功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, 曾经带给他痛苦的如今成了他的武器, 他的人生也自此迎来而来彻底的反转。 与此同时, 一段神奇的命定缘分, 在正悄然降临在他的身上。 2007年12月, 俯顺皇家极地海洋试剂的两只海豚, 因为误吞了义武, 而让饲养员束手无策。 因为海豚的胃部结构特殊, 医生使用了各种设备, 都没能成功把义武取出来, 最终只好决定尝试使用人工手臂。 但一般人很难完成这项任务, 这个时候有人听说了报喜顺的事情, 就特意打电话请他来帮忙。 最终, 报喜顺不负重网, 成功将义武从两只海豚的胃中取出。 这件事被报道出去以后, 就引起了一位姑娘的注意。 这位姑娘名叫夏树娟, 是一个非常喜爱小动物的人, 在听说了报喜顺的世界后, 被他的善良打动了。 两个人就这样有了一段奇妙的缘分, 并在次年三月份的时候, 不顾世俗的眼光洗劫连理。 夏树娟比报喜顺小28岁, 这段不平凡的婚姻, 自然引来了很多闲话。 但是对于报喜顺来说, 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 好在妻子也非常开明, 两个人将自己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 婚后一年, 夏树娟就怀孕了, 这个时候的报喜顺马上就要60岁了, 老来的子, 她十分开心。 可当她陪同妻子去产检的时候, 医生的一番话却让她心生担忧。 医生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会遗传报喜顺的身高基因, 这样的话就会对母体的伤害非常大, 希望报喜顺考虑一下打掉这个孩子。 心疼妻子的报喜顺, 将自己的担忧和她解释了一番, 但夏树娟却不同意打掉孩子, 这是他们婚姻的结晶, 无论如何, 她也要将她养育成人, 劝说失败的报喜顺为了妻子的身体, 在她怀孕之初就让她在医院被孕, 以防万一。 好在十个月之后, 母子平安, 报喜顺的也长受到了为人父母的喜悦, 这个孩子确实遗传了报喜顺的基因, 在出生的时候就比一般的胎儿大上去, 14岁的时候就长到了1米7, 但如今的生活早就不同于往日, 营养根得上, 这一辈的孩子身高都普遍上涨, 1米7也就没有太过突出了, 如今的报喜顺家庭美满, 俨然一个成功人士, 她在晚年顺利赶上了互联网的热潮, 开始了直播卖货的生活, 想要通过网络来带动家乡的农业经济, 摆脱了那份自卑之后, 如今的她, 无论是身高还是心态, 都是一个特别的巨人, 很少会有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, 报喜顺的一生只是大多数人的缩影, 她遇见过苦难, 想过退缩, 遭受过排挤, 也失去过对生活的期望, 好在她有爱护她的父母, 愿意帮助她的陌生人, 这微末的善意, 就足够支撑她度过惨淡的前半生, 尽管每一次都想要放弃,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失去过重头再来的勇气, 她遇见过为自己撑伞的人, 如今也成而来那个为他人撑伞的人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